吴子虚又叫五元 他的故事是一部白发磨难传 吴子虚是楚国人 他爹是楚国太子剑的师父 但是很倒霉 太子剑被人陷害 还连累了吴子虚父子 结果他爹和他哥就被楚平王给杀了 他自个儿也只能逃亡 楚平王就可劲追啊 把吴子虚急得一夜间头发都白了 这一白反救他一命 喂喂 圣的老人 你有没有见到吴子虚 这就是吴子虚一夜白头的故事 后来吴子虚逃到了吴国 不过一开始啊 没咋被重用 后来吴王河驴政变上位 赶紧把吴子虚纳为己用 老吴快起来报仇 是的 河驴开始攻打楚国了 第一次 吴子虚让河驴啊 分三支军队轮流骚扰楚国 等楚国泪成狗了 再集中火力放大招 果然大声一场 第二次 吴子虚联合薄匹和孙武 对 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 一起对付楚国 三巨头一出 神语张风啊 一举攻破楚国独成 可此时楚平王早就挂球了 但吴子虚依然把他从坟里抛了出来 啪啪啪啪啪啪啪 抽了反摆下 这就是白发魔男吴子虚的故事